下面我们可以一起在小程序里面去实施一个登录的功能 用户可以使用他在网站上面申请的账户信息 在小程序里面申请登录 登录成功以后 从应用的服务段那里面会返回用户的相关信息 在用户的个人大人一面上 我们可以去把这些信息显示出来 比如说用户的头像、邮件、名字等等 用户也可以选择退出登录的状态 登录成功以后我们可以去判断用户的权限 比如说用户如果可以发布新内容的话 他在打开应用的创作一面的时候 可以输入内容的标题还有证文 然后去发布一个新的内容 新发布的内容会存储在后段应用的数据库里面